我們怎麼打開這個枷鎖 民進黨塑造了很多的謊言 他能把這個問題 把重點放到了蔣東正前面上 他們認為 中共國民黨 從1945年來臺灣以後 就是完成了 有計畫的屠殺反省人 最典型的 他們認為說 就是阿爾巴斯姐 蔣中軍隨身 就是元凶 還要參加了 中軍紀念堂的同向 各位 如果說 我們駐華民國 中共國民黨 不能都在民主上 過來搶政 我告訴各位 永遠被捏壓著 1月23號 我們捍衛蔣東正 散告蔣東正 我跟各位講 3月26號 我邀請大家 繼續來 第二個枷鎖 把兩岸的敵對 枷鎖 架在國民黨身上 架在中華民國的身上 這個枷鎖 拿不掉 兩岸不是一個和平的狀態 國民黨 永遠沒有機會 時間不夠了 我只最後跟一句講 今天 我們想贏 中共國民黨想贏 不把這些枷鎖拿掉 我們怎麼贏 我在這邊 慎重的邀請 陸軍官交拽救班 所有的好兄弟 我們一起努力 想令皇帝 not over